冬天到了,泡汤是很棒的享受 而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旧之泽温泉 从今年开始将要延长冬季的营业时间 也就是1月份到3月份 每逢周五、周六以及连续假日 会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的8点 希望让游客可以充分享受到泡汤的乐趣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去年推出了旧之泽温泉新光票 也就是下午4点后门票有优惠 获得民众热烈回响后 旧之泽温泉从今年开始将会延长冬季的营业时间 也就是1月到3月份 每逢周五、周六以及连续假日 会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8点 让民众可以充分享受温泉之乐 旧之泽温泉属于弱碱性碳酸钙温泉 有美人汤之称 加上旧之泽温泉距离宜兰市区 大约100分钟的入程 适合一天往返的一日游行程 而开放的泡汤设施有露天SPA池 跟男女裸汤区以及家庭野汤区 山庄外还有煮蛋槽 提供游客DIY来煮蛋 成为泡汤后的一大享受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